想成為車手嗎?機會來了 我要做車手 這次邀請九位藝人參加賽車比賽 齊齊挑戰成為車手 參賽藝人有奧家蓮 我也有想過做車手 車手首先是很有型 我看賽車的時間 車廂是沒有冷氣的 你穿著那套衣服 還要駕駛這麼久 而且要很專注的時間 很厲害 車手是一個萬人迷 其實我年輕的時候 也有想過自己成為一個車手 因為我很小時候 已經很喜歡玩賽車 到我一到18歲 就馬上考慮車 簡淑儀 對我來說 車手就是熱愛速度 以及刺激感的一個人 其實我沒有想過自己 可以成為一個車手 但我很想可以做到 可能真的是醃餘那些 岑家綺 其實我小時候 真的有想過自己 可以成為車手 真的要成為一個車手 要用很多時間去練習 去培訓 頭腦 要很清晰 很敏銳 車手很厲害 陳欣欣 對我來說 車手 是我從小到大的夢想 我很喜歡玩車的 有些碰碰車 我真的非常享受 而且我覺得自己的車手很穩 所以我覺得自己真的有些天分 在開車方面 李悅兒 我完全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成為車手 我還記得我學車第一課的時候 腳是完全不敢踩油門的 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成為車手 梁凱晴 我覺得車手是一個競爭得很優雅的一種職業 因為我本身不是很駕駛 對於我自己有沒有機會真正成為車手 其實我是從來都沒有想過 唐好家 對我來說 車手很喜歡自由 很喜歡速度 我覺得自己也很喜歡駕駛 我一直都覺得我流著車手的血 莊穩晴 車手是一個很專業很厲害的職業 要很專注 一眼觀察 要有膽量 我有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成為車手 其實這是我的願望 除了有九位這麼熱血 和信心爆棚的藝人參賽 主持陣容都不輸蝕 Dennis 楊佳儀是車壇少數的女車手 這十幾年來參加過各種錦標賽 更加曾經獲得房車賽總冠軍 絕對是香港代表的女車手之一 另外還有身兼演員 主持和健身教練的Owen吳雲浦 同時另一邊也會舉行一個盛大的國際性海選 廣腰有志成為車手的朋友參加比賽 爭奪最終名額 參加11月11日和12日 在中環舉行的世界場地越野車錦標賽 齊齊我要做車手 好 好 好 Owen, 捏回你 我可以越級挑戰你這個真正的車手 應該是很多人的夢想 看到未登當你贏 好, 我數到三, 我們開始了 好, 預備, 三 不要以為他們做得到 只在玩賽車遊戲這麼簡單 這個世代原來打賽車遊戲厲害 就可以落場真正賽車了 一個給擁有車手夢藝人圓夢的節目 他們會坐上賽車模擬器 SIMULATOR比賽 勝出的就可以坐上這架 MGX POWER RS4 去到真正的賽車場上一較高下 這架由雙馬八四輪驅動 有430匹的動力 由0至100公里時速只需要3.8秒 最高時速可以達到200公里 加上多個世界拉力賽等級的設備 規格可以說比世界賽的賽車更強 我自己都很喜歡玩賽車遊戲 可能在現實世界 你未必可以享受到駕駛賽車 但你打遊戲就可以了 完全沒有試過玩賽車遊戲的經驗 賽車遊戲我的經驗就是打街機 打遊戲是輕鬆冠軍的 其實我真的沒有玩賽車遊戲 因為我平時真的很少打遊戲 我每次都輸給我的朋友 即是我是很差勁 我不明白為何自己開車是玩而已 我覺得自己打賽車遊戲很差勁 對於玩賽車遊戲來說 算是挺有經驗的 因為以前我代表香港出去打Golf比賽的時候 沒甚麼要做就是在這裡打遊戲 我們都會玩賽車遊戲 不知道我的樣子像不像 其實我很喜歡打遊戲 賽車遊戲都經常玩 總之一定要踩油的 我都會玩得很瘋 我要做車手 一切就由這輛賽車模擬器 SIMULATA開始 我現在坐在這輛 就是Viu Virtual Reality 實體虛擬賽車 實體的部分就是我現在坐的 有賽車的椅子 有軚盤,有油門,有煞車,還有極力指 其實極力指在這次賽事裡 就不太用到 因為我們會用FM1 用軚盤來轉波 我現在在控制 就是後面有一輛1比10的模型車 透過5G技術我就可以控制它 裡面有一個前置鏡頭 所以我現在在螢幕上看到 就是那輛真的模型車裡面 看出來的視角 我就可以很實在地去比賽了 我們現在用一輛1比10的電動車 外觀上類似真實比賽的 一些綁車賽 一些Tuning Car的外形去做 而外殼方面 我們用了一些吸索的塑料 而它有一個吸震的功能 車裡面也有相關的吸震海綿 希望在比賽同時 大家有碰撞的時候 是令到車的損害做到最低 同一時間 你會看到我們有很多 不同的擾流系統 如果當車高速的時候 可以令到車身牙牙 而令到輪胎和地面更加緊貼 變相令到穩定性更加好 希望大家就投入到 真實的比賽一樣 現在我們的模型賽道 全場大概是60.200米 設計這條賽道的時候 我們參加過大概 超過20個標準的賽道 可以做到有直路 有彎位 特別彎位的地方 現在闊度是1.8米闊 都可以適合在這條賽道上 大家去做一些競爭性的比賽 周邊我們會用了很多 塑料的圍欄包著 具有相當吸震的作用 但同一時間 我們亦都不會把它放到 全個位置都是 希望不要離開一個真實的賽道 讓駕駛者安全底下 亦都好像真的駕駛車一樣 藝人賽的玩法是每人坐上 這一格賽車模擬器 Simulator計算個人圈速 每一個回合比賽時間為3分鐘 只是計算最快一個圈速 總共會有兩個回合賽事 完成兩個回合比賽之後 將每個回合最佳圈速的成績 加上隨意 得出的平均圈速 最快那位就是勝出者 而率先挑戰的藝人 就有何硬絲 簡淑儀和莊穩晴 我對於玩這個Simulator的賽車 信心還是滿滿的 我是沒有什麼信心 我覺得十年前的 我可能就會信心大一點 現在的我就 因為收了那團火 所以可能速度也會收回一點 我覺得我對於玩Simulator 也不是太有信心 因為就算玩賽車遊戲 也是玩真的好像馬路 很少是高卡路的路線 所以也是第一次 我覺得最大的考驗 對我來說就是怕會炒車 我也怕會炒 希望不要炒一碟 還有不要掉漏 或者不要自炒牆 最大的考驗 對於我來說應該是會運車浪 因為我看到別人玩的時候 我都覺得螢幕會發來發去 我希望不要吐 賽前我想要的最高圈速 我希望20秒可以完成 在我心目中 如果我可以挑戰25秒以內 我已經覺得滿意了 我希望我的最快的圈速 可以做到30秒之內 我就開心了 28秒吧 28秒吧 28秒會比較好 我要做車丑 氣勢是不錯的 實際是怎樣 真的要你駕駛才知道 晚上來比拼了 好 好 好 問Stephanie 你對駕駛有什麼心得嗎 我的心得就是安全 所以待會希望不要四腳朝天 就可以了 就是拿了一個最高圈 其他的就慢慢駕駛就可以了 對 這個方法是不錯的 好 這邊呢 希望盡量不要炒 希望不要掉漏 希望不要掉漏 是的 Jetica你也希望她不要掉漏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掉漏 我相信你 不要炒馬店 對啦 那我們事不宜遲 上車 好 上車 Stephanie就會配備綠色戰車 Zania就會是銀色戰車 靜靜 Jessica就會來藍色戰車 好 我們一切準備就緒 3 2 1 GO 她已經插上左一碟了 橫橫綠色這輛車 就是Stephanie Stephanie的主角看著 是他們兩位 什麼事 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你的設備很好 她們撞上一碟 你撞上一碟 光美霞已經被撞上了 好了 現在他們出來已經被撞上了 很冷靜 已經鬥靜了 很聰明 看誰自己撞上了 這個是Stephanie 不好意思 我看到有車已經快 我好像有很多 我問一下 藍色的那輛很快 第四晚 但你又很難 你還可以跟我聊天 你駕駛得很穩定 不是 我覺得我在發來發去 發出發入 Zo 為何這個靈靈色的銀紙突然慢 原來你在聊天 聊天 對,我也… 我看著你做的東西 我都頭暈了 你左右靈,我不看你了 很緊張,你們不要跟我說話 即是不要這樣 現在問你的話 會否影響到你 會… 對 你知道一輛Wari車有多少輪嗎 有試過 厲害 三加二等了多少 剛剛縮了一個 厲害,還可以計算數 下一節 繼續會有何顏絲 簡淑儀和莊穩晴的第一回合比賽 到底他們的首次挑戰賽車測試 戰況會是怎樣的